文字幕志愿者 今年 好我們今天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做FT8TW 跟 icon 705 連線 然後基本上可以透過手機連線到 icon 705 也可以 icon 705 連線到手機 所以呢,我們選擇的是有iPhone連到手機 這樣子的話,手機自己還可以上網 好,先到功能表 這邊 設定 然後Wi-Fi的設定 不錯 Wi-Fi的設定 這裡 好,第一個先選連線的Type Connection Type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選 Station的話是我連線到別人的機器 那Access Point的話是它自己當APGT台 那我今天選擇的是iPhone 705連線到手機 所以就選Station 然後 再來Station之後呢 我選去Connection的Settings 然後這邊的話選 APGT台 那目前的話就是有附近的基地台 我就選 我這一套 我這一套 沒有能夠行出一個具體的方式 就是大家會想說 這邊就可以繼續用 但是具體怎麼訓練 就是實以實 到底需要什麼 就不知道 連線 然後再來的話是 這邊要設remote setting 這邊要設remote setting remote setting的話這邊 這邊 點進來選 這邊是從手機連線到它 會需要它的帳號是BU2DM 然後連線到這台機器的密碼 A12341234 設定完以後按Enter 這樣就完成了設定 好 那有一個地方很重要就是 在這邊設定完成之後 要記得關機重開 否則設定是不會啟用的 這邊有一個Power鍵按住 如果忘記 如果忘記 關機重開的話呢 這個設定它不會載入進來 所以你連線一定會失敗 那我們到這邊來 到FT8TW這邊 電台群 這邊選 來看705 然後呢 選CAD Control 然後這邊連線的方式 選網路連線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的IP呢 請看到這邊來 但是理論上 這樣的 機器 所以 從去這個概念 其實跟這台機的是滿關係的 然後 你去 ARM 在上面看 他們在介紹這一塊的示範 就是 屬於 連線 這邊 這邊 點進來之後 可以看到 目前 iCon 705 連線到手機 拿到的IP 是192 168 237 點130 我就把它輸入到這邊 192 168 237 130 這個呢 就連到這台機器的IP 通訊部不要動它 然後這邊的話 剛剛的使用者代號 叫BU2DM 那密碼就是 那密碼就是 A1234 1234 好 那我們來 測試一下連線 現在目前是OK的 好 那回到 這邊來 那當我連線成功之後 登錄成功 那現在的頻率是14.147 我這邊調整電台 下面這APP 它就會跟著連動 有沒有 這邊就會跟著連動 好 這樣我就完成了 FT8 TW 跟iCon 705 連線設定 然後我這邊可以 嘗試一下 把它頻率變成 20米 14074 140074 140074 140074 我先 好 有打信號的是 系統預設的 就看到這邊 就會聯動 跳到14074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就按呼叫 開始呼叫 那這邊的倒數 這邊的倒數 15秒這邊 倒數 好,等等就開始發射 開始發射,就看到705開始發射 那我們用另外一台機器 用另外一台機器可以聽得到 它正在發射的聲音 一個衛星就是 用一個接收器 以上就完成了FT8TW 連線到ICON705 透過網路方式連線的設定